老師我們剛剛談到其實樂琴除了傳承音樂之外 語言也很重要的 因為你拿了樂琴你可以唱你自己的母語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你譬如說你 你說那個 對不對 他也很好聽 也可以啊 你來唱你喜歡的 那個東西啊 而且我覺得樂琴 他可以帶給你在這塊土地的 那個寬度跟廣度 因為你聽到這個聲音是自己家鄉 對 我覺得我是想這樣 然後最重要的是告訴世界上 我們有我們的音樂 我們的想法跟樂琴 你可以發展出樂琴的彩繪啊 對 對不對 我也希望說將來 我們北樓的到甚至你的餐廳 甚至你的飯店 你可以拍好幾支畫得很漂亮的樂琴 對 你可以看畫客家畫布 你可以畫八家將 你可以你知道我意思 你可以畫很多東西啊 都是自己傳統文化的東西 那個是很重要 然後孩子從從小學樂琴 他轉到吉他就很快了 因為他兩條旋的樂琴吉他 轉到吉他 對不對 轉到烏克力就好快啊 都很順了 對不對 那現在他要去走 轉海洋吉他 轉南館吉他 轉樂琴吉他 轉三圈吉他 那是他的 他就可以一直發展上去了 那整個音樂裡 真的就可以關了 就不會只有是西方 西方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去沖繩看到他們這個地方 也就是這樣在傳承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歌 所以沖繩小孩子 他從小就學三弦嘛 三弦跟吉他 其實他也是 他跟吉他就是很類似嘛 對對 原理是一樣 每個小孩子都會彈吉他 所以他們其實從小時候也要開始學很多很多的沖繩自己的傳統民謠 他們固定他們是必修 在學校裡面是必修 小一開始就必修了 對 所以他們幾乎每個人 他們如果不會彈 會被人家笑 對呀我記得很 可是我們好像是不一樣 好像是小一開始就要去學ABC 好像立志當美國人那樣子 是不是 我覺得很奇怪 對 所以其實從小讓他們接觸 這些真的還蠻重要的 我知道為什麼 我終於記得為什麼我會彈樂琴 一開始我拿到樂琴之後 我知道Dora V發出的原因是因為呢 我之前好像是大班中班的時候 我有學鋼琴 學到現在 不會還是很爛 所以你的樂琴彈得比鋼琴好嗎 對 好多了 你比較喜歡樂琴還是鋼琴 樂琴啊 以後會繼續學 對不對 對啊 老師聽說誰來找你學都願意收嗎 願意啊 因為我當初我發願就是阿爸 就是說你繳的一個月 如果說是一些四堂課如果一千塊 你繳的錢 那到時候我就來辦比賽 讓你們來表演 所有的學生一起來辦比賽 對呀 等於是我把他們那些錢 再拿來辦比賽 然後我再去募款 他說每年列經瞄解我都要去募款 然後下一下 接下來要接我的人 他們就很緊張 他們也要去募款 我說不會啊 不會啊 我會募給你們吃 有幾個很多個種子教師 那我譬如說一年大概 我會培養一個種子教師出來 可是好慢啦 我覺得應該要在有生事年 要至少 起碼要培養個一百個種子教師 老師 你現在有多少個種子教師 四五個而已 四五個 所以很多設計大學 找我們去教 我就說沒有老師 不是不想去 對 所以這些種子教師 再幫老師去教 給更多的學生 對對對 應該是要這樣子走 因為剛開始大家會覺得 拿到樂器 會覺得這東西好老 沒什麼不好玩 可是慢慢有年輕的人才出來創作 對 它會更好玩 好 其實現在九月才剛開始 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大家到北投去參加 北投民謠音樂祭 對對對 現在在北投陳明章 還有很多音樂大師 廖重師老師 李秉輝老師 林生祥 都在那邊 對 大家記得 九月的時候到北投去 找陳明章 對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那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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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